下面我们讲一下支线上面的高跌和弦的替换 实际上支线上面跟干线上面的高跌和弦的替换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可以复习一下支线上的运行 所谓支线就是设立一个中转站四级和弦 那么从一级和弦可以到七级三级六二五四等等各级和弦 但是回来的时候必须要按照五度关系回来 现在设置的一个中转站四级 那么当运行到三级六级二级五级的时候 可以直接先运行到四级再由四级运行到一级这个中转站 如果是到七级的话 那么不能到四级必须由七级先到三级 然后由三级到四级再到一级 这个就是支线上的运行 我们替换了就是把支线上面的这些自然和弦改成七和弦九和弦等等 具体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那么实践中支线上面的高跌和弦的运用的比较少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举些例子了 下面我们讲一下干线上变化高跌和弦的替换 现在我们涉及到变化和弦 变化高跌和弦它比自然的高跌和弦更加不和弦 而且音响效果往往是成团成簇的 也就是说它的轮廓是不轻的 而且功能很模糊 所以往往要依靠什么呢 依靠根音来确定它的一个功能 干线上的自然和弦可由同级变化高跌和弦来代替 那么可以使用哪些呢 比方说可以用大三和弦代替原来的减三和弦 或者小三和弦等等 这是一种 第二种使用重属和弦 第三种使用降六级 这几种是使用的比较多的 现在我们举些例子 比方我们举干线上面的736251这个进行 那么自然的话这里面有小三有大三有减三 现在我们通过变化和弦 统统的把它变成大三 那么首先是导音上面的 这样一变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大三和弦 这个就是一个变化的导和弦 然后进行到三级 我们仍然要变一下 把三音升高 三后面是六 六仍然要把三音升高 然后是二级 这是一个重属和弦 到鼠和弦 最后到一级和弦 一级和弦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九和弦 现在呢 听一下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连续的复数和弦的 鼠七和弦的进行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这里面可以全部使用 也可以只取其中的两个 或者三个和弦来进行使用 这都是可以的 好 另外呢 还有一种 与会 这里呢 我们也写一下 它呢 是建立在下属和弦上面的 下属和弦呢 我们把这里的七音 三级音 降 这样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 鼠七和弦 再往上构成的鼠九和弦 它呢 来进行到一级和弦 比方说 一级七和弦 我们可以听一下 好 再比方说 我们呢 现在使用和声大调的 降六级和弦 那么我们从二级和弦开始 二 二级进行到 鼠和弦 鼠和弦再到一级 那么二级呢 我们用个降六级 这时候呢 就带有变化音了 鼠 然后呢 我们用二级七和弦 鼠和弦呢 我们用鼠九 把九音降 也就是和声大调的 接着呢 一级和弦 一级和弦呢 我们用个九音 好 可以来听一下 这里的变化 高低和弦 这个是使用的比较多的 再比方说 我们刚才讲过 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重属 我们还是用 二级 到五级 到一级 现在二级呢 我们用重属 这样呢 就带有一个声四级音 然后再用高低 好 为了音响更加不协和 我们可以用一个自然的四级 这样呢 跟变化四级呢 形成一个对峙 好 接着是鼠和弦 鼠和弦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还是降九音的 同时呢 我们可以用个十三音 把这里的四级呢 改善三级 好 接着呢 它呢 进行到 组和弦 这里呢 我们用一个 还是用一个 九音 这里的和声效果呢 就显得非常的粗糙 不及我们这个效果 来的平滑一点 好 那么具体呢 还有很多例子 这里呢 就不多做 过多的介绍了 下面呢 我们讲几种 变化高跌和弦 很有特色的使用方法 一个呢 就是变化高跌和弦的 高跌音啊 可以作为半音 零音 内部解决到 同级自然七和弦的 低跌音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用鼠和弦 然后呢 再往上 加一个 九音变化的九音 这个变化的九音呢 可以作为 零音 解决到 原来的根音 五级音 这就叫作为零音 内部解决 好 那么 甚至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鼠和弦 鼠西和弦 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九音 升高 升高的九音 它是要解决到 这里的三音的 好 接着还有一个 十三音 十三音一般是降的 十三音 它是要向下 解决到 这里的五音 听一下 它的音响呢 也是比较模糊的 这是第一种 解决 第二种是不解决 也就是说 变化高点音 无需做任何解决 作为悬挂 悬挂和弦 使用独立存在 第三种呢 就是 主音上面的 变化高点和弦 可以作为 中指主和弦的代替 或者补充 也就是说 最后呢 不用自然的 主三和弦 也不用主七 也不用主九 用变化的 高点和弦 比方说 主七和弦 加九音 加升十一音 十三音 等等 都是可以的 第四种呢 就是变化 高点和弦呢 把低点音 跟高点音 分离出来 低点音 我们知道 一般是自然音 相当于白键 高点音呢 一般是变化音 有升降号的 相当于黑键 这样呢 白键跟黑键 就分离出来 比方说 我可以把 把这个黑键 当作旋律音 写 然后白键呢 低点音呢 作为和声 使用 这样呢 可以构成一种 类似于双重调性的 一个结构 或者你反过来 把白键作为旋律 黑键作为和声 当然这种呢 一般是不这样的 一般是低点音 作为和声 因为低点音呢 它是一个基础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首 具体的例子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高点变化 干线上面 怎么样使用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 好 这一段呢 我们看 它的调性呢 有点复杂 我们听一下 开头 这里是比较柔和的 一个小调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作是 E小调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这里呢 还有个E小调的 风解和弦 E G B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呢 应该是配上 E小调的一个和声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配上 E小调的 我们呢 把低音先写上去 接着后面配什么呢 我们看第二小节 这里出现了一个变化音 一个是声C 一个是声D 声D呢 可以看作是 E的下面的 这个辅助音 但是呢 因为它的实质比较长 所以不能看作和弦外音 必须当作和弦音 好 既然声D是和弦音的话 那么这一排应该配上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呢 这个呢 先省略掉 先不配 我们先看后面这里 那么声D 以它作为和弦律音的话 往下是B 三度是B音 所以呢 我们试试看 B 有没有可能是低音 这种效果呢 是可以的 好 我们不妨呢 就把这里的B 当作是低音 那么B是低音的话 那么这就是三级 三级 三级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三级大和弦 来形成像后面的弥调 那么我们知道 三级后面应该是六级 六级的话呢 就是这里的弥音 这里的六级呢 我们可以配上一个自然的一个六级和弦 所以前面呢 如果要形成泥调的话呢 那么就要配上一个三级 就要配上一个三级大三和弦 这里呢 我们把开头呢 先空下来 内声部先空下来 好 既然配上一个大三和弦的话 那么就是笔 先把笔写上去 笔 升D 升F A 好 然后呢 再填充 这样呢 就是一个三级大和弦 向六级进行的一个泥调 那么根据五度关系 这是一个三级 B7 也就是B7 三级大和弦 那么前面五度呢 低音呢 应该是这个音 升F 升F 好 升F呢 它呢 也可以向这里的三级 因为是五度关系嘛 形成一个泥调 好 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升F 它是我们E小调 E小调的一个二级 或者是我们G大调的一个导和弦 我们说过 大调的导和弦 一般是很少使用的 既然这里使用了一个导 导音做低音 因为这是根据五度关系啊 所以呢 这地方呢 应该就把这里的导音 配成一个导大和弦 而不用自然的 如果用自然的 那么它就是个减三和弦 一般是不常用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个大和弦 大和弦的话 那么很容易 就把内声部呢 稍微变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写一下 内声部就是 升F 然后呢 升A 然后呢 升C 看这里 升C跟升C 重合了 接着E 构成一个七和弦 好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配法 这样呢 就构成呢 升F7 向笔7的一个 连续附属和弦的一个离调 接着后面呢 到六级自然和弦 好 我们把六级自然和弦也写一下 A C E 这里呢 是E 那么就E G B E 我们可以配一个 加大六度的一个和弦 也就是EM6 那么如果加大六度的话 那么就有一个特征音 就是升C 升C 好 后面我们先不配 再看前面 前面的话 根据五度关系 升F 五度关系 应该是升C 注意 是升C 而不是自然的C 好 那么升C的话 这地方 再把内声部填上去 一开始 是六级 那么就是 E G B D E 好 接着呢 是建立在 升C上面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升C 内声部填进去 升C 接着 E G B E 在上面 好 所以这就是内声部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后面怎么配呢 四小节一句 这是没有话说的 而且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主和弦 所以这里呢 我们先把主和弦 写上去 主和弦的位置 在这里 是E 主和弦前面 是什么呢 应该是数和弦 所以这里呢 就是数音 数前面是二级 可以用重数 也可以用自然 二级前面呢 是六级 这都是根据五度关系 推出来的 推的时候 注意跟弦丽音 有没有什么冲突 一般是没有冲突的 好 六级前面是三级 好 这是三级 接着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 第一句话呢 我们看一下 四小节一句 所以第一句话 停在这个音上 这个音呢 正好是数和弦的 一个五音 所以这里呢 就配数和弦 最后配上数和弦 也就是第一 数和弦前面是二级 所以呢 配上二级 好 大家注意看 这里呢 是六级 这里是二级 六级跟二级 已经是五度关系 但是中间还多了一拍 怎么办 这地方填什么 那么这就涉及到 我们前面讲的 中转站 六级通过中转站 那么这里呢 就配四级 四级的话呢 就是自然的一个C音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内声部 填进去 这样就构成了 六四二五的一个进行 这样的六四二呢 就是一个三度关系 好 我们把内声部填进去 这样呢 就是C E G B C呢 跟声音C正好构成一个半音进行 好 然后呢 把它粘起来 后面这里呢 是二级七和弦 A C E G 再加一个A 好 然后加鼠和弦 鼠七和弦 D 升F A C E 高跌 然后再把它粘起来 好 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内声部呢 就可以不配了 因为都是自然的和弦 三级 六级 二级 五级 一级 现在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 主要的呢 是听前面这个变化和弦的地方 好 这里内声部呢 大家可以自己填上去 我这里的时间关系就不多做过多的填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干线上面的变化高跌核心的替换 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支线上面的变化高跌核心的替换